目前是沒有計劃啦 先讓他們唱一唱好了 再私訊我跟我說 那場地好不好唱 他第一個抓的是 萬寶錘 重點是那萬寶錘很重 他就是蠻沉的 然後我兒子真的是 雷神索爾 拿起來 SHE有機會合體大巨蛋 Selina Poo 小妖果抓周向雷神索爾 我九一那天放的照片就是 就是我們那個抓周年台 所以我才會穿得如此像 照母娘 哈哈哈哈 Selina日前來SHE姊妹HibiElla 在兒子小妖果的抓周Party上合體 開開賭盤讓親朋好友都有參與感 不料猜到的朋友很多 自己只有小專一點點 Ella有重 我想起來了 我們的攝影師有捕捉到 他拿一千塊那種欣喜的模樣 哈哈哈哈 居然猜中的很多 他第一個抓的是 萬寶錘 反正就是也是升官進訣 就是有一些 有一個福氣的概念這樣 重點是那萬寶錘很重 他就是蠻沉的 然後我兒子真的是 雷神索爾 一拿就拿起來 而且裡面抓周 就是要拿超過三秒嘛 然後就一拿拿那個萬寶錘 第二個抓的是 汽車 第三個抓的 超怪 毛筆 哇 他居然拿毛筆耶 看媽媽拿筆都沒有拿了 因為我自己有私心 我放了一個麥克風 就想說 嗯 就是不管你是要唱歌或講話都很好啊 就是有點 講媽媽就放一個麥克風 看都沒看 碰都沒碰 哈哈哈 真是I'm sorry 而近期台北大巨蛋開場 話題非常熱 天王周杰倫率先在12月開專場演唱會 接著天后張惠妹結裡一路唱到跨年 5月天也將在9月登場 成居23年的女子天團SHE 有望登台合體嗎 目前是沒有計畫啦 對 那未來當然以後的事情 誰也說不准啦 就讓他們唱一唱好了 再資訊我跟 跟我說那場地好不好唱 哈哈哈哈 比我車一樣 你看我們都是專業的歌手 都想到這一點了 沒有啦